你知道是什么成就了当今世界上最好的食谱吗? 答案是在咖啡里放点黄油 你没听错,就是如此 作为完美饮食这本书的重大发现之一 这个秘密一经公布 就成为健康与饮食领域里时下最为热门的话题 想要搞明白这个看起来有点奇葩的食谱呢 得先了解一下什么才是完美的饮食 简单来说呢 所谓完美的饮食实际上就是在食谱中包含丰富的脂肪和蔬菜 适量的蛋白质和碳水化合物 还有少量的毒素和淀粉 当然了,要让饮食真正的达到完美的效果 做到上述要求还是远远不够的 此外呢,您还得了解身体是如何运作的 以及怎样才能最大程度的发挥它的潜能 你需要知道为什么一定要摄入脂肪 尤其是好的脂肪 最后,你还要明白怎么样结实才不会对身体有害 千万别晕啊 接下来我就来为您答疑解惑 绝对让您长知识 您会知道啊 为什么这咖啡加点黄油是最好的饮食 你会知道为什么正在减肥的人需要摄入脂肪 还有为什么有些食品是越吃越饿 别走开 您接着往下听 不知道你有没有喝这个咖啡的癖好 现在呢,越来越多的人习惯在每天正式投入工作之前 哎,来杯咖啡提提神 但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的是呢 这咖啡豆中呢,天然就携带了一些霉菌毒素 事实上一项专门针对巴西产咖啡豆的研究发现 超过90%的咖啡豆在经过加工之前就带有霉菌 进一步的研究表明 即便是经过烹制也有50%的咖啡含有霉菌 天哪,这霉菌毒素到底是个什么鬼啊 其实呢,这霉菌毒素就是一种存在在饲料和原料中的抗营养因子 它呢会大大的妨碍咱们身体吸收所需的营养 并且这种霉菌毒素普遍是存在在咱们日常的饮食当中的 既难以检测又无法用肉眼去识别 可以说呢,咱们绝大多数人啊 每天都会去接触到它 不过不用担心啊 我们日常所接触到的这个剂量呢 都是非常小的 由于咖啡豆天然携带这些霉菌毒素 那目前呢,霉菌毒素的存在已经成为事关咖啡贸易的重大问题了 韩国、日本等国家政府都已经明确要求 取缔含有一定剂量的霉菌毒素的咖啡 然而呢,美国和加拿大并没有采取任何的措施 也就是说,这两个国家所出售的咖啡可能会含有更多的霉菌毒素 那么也许有人要问了 那大量的摄入这霉菌毒素究竟有什么样的危害呢 我跟你说啊,这危害可大了去了 大量的霉菌毒素会导致很多严重的健康问题 其中啊,就包括了心肌梗塞、脑损伤、高血压、甚至是癌症 所以您如果是一个咖啡的爱好者 在购买咖啡的时候就要留点心眼了 那您可能又会问了 那些不含咖啡因的咖啡呢 霉菌毒素的含量会不会少一点呢 你要知道啊 这咖啡因作为一种抗真菌的防御机制 能够对咖啡豆中的霉菌等微生物产生这个威慑的作用 所以相较于普通的咖啡 无咖啡因咖啡的霉菌含量其实更高 那么如果想要远离霉菌 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 最好从商店购买它们自家烘焙机烘焙的咖啡 或者呢 干脆选择单品咖啡 也就是单一产地的咖啡 来替代饮用那些包含三种以上不同特性的咖啡豆 来进行调配的混合咖啡 尽管这个霉菌毒素确实存在 但是呢 咱们也不必于距咖啡与千里之外啊 只要你掌握了正确的饮用方式 咖啡呢 依然是完美食谱中的做上课 不过否认的是 咖啡因呢 确实是有许多对健康有益的地方 比如说可以防止脑炎 可以调节你的胰岛素敏感性 而且可以帮你减轻体重 更神奇的是 要是在早上的那杯提神咖啡里 哎 加上一点动物性无盐黄油 这效果会更好的 那么咖啡加黄油 这背后到底隐藏着什么样的道理呢 事实上当我们选择用黄油 而不是牛奶来搭配咖啡的时候 抗氧化剂的含量会大大的增加 是后者的3.4倍 这是因为牛奶与咖啡中的 有益抗氧化剂相互排斥 不太容易被人体吸收 此外呢 这个黄油中啊 还含有丁酸 可以降低炎症 减轻内脏的负担 再来说一个 说服你选择咖啡里面 加点脂肪的理由啊 那就是脂肪呢 可以帮助我们达到酮症状态 换句话说 就是酮症状态下 脂肪将代替糖分 成为身体新陈代谢的能量来源 现实生活中啊 咱们有些人试图是通过 杜绝一切的碳水化合物 来达到这个酮症状态 那么如果你觉得 加点黄油效果还是不够好的话 那再推荐您加点MCT油 这MCT油呢 是由椰子或者是棕榈油制成的 但是比普通的椰子油 是多了18倍以上的 中炼甘油三脂 也就是饱和脂肪酸 这两种加在一起呢 会帮助你的身体 燃烧更多的脂肪 最终转化成能量 本文的作者呢 为了研究 他是亲自上阵做了这个实验啊 他在前一天晚上吃了寿司和凉碗米饭 第二天的测试表明 他的血统水平是达到了0.1 0.6就表示达到酮症状态 然而呢 在喝了一杯脂肪加咖啡之后呢 他的血统水平在30分钟内达到了0.7 那么如果想通过摄入低碳水化合物 而达到同样的血统水平 则需要连续三天进行严格的饮食控制 那么即使在摄入了碳水化合物之后呢 MCT油也可以帮助你达到酮症的状态 不过还是要当心啊 MCT油的摄入呢不能一蹴而就 否则还是会对健康产生不利影响的 想要吃得完美 促进消化道内的某些细菌的生长 也是一种方法 肠道微生物有益身体健康 是众所周知的 所以呢 我们吃了什么以及怎么吃 都会影响这些微生物的生存状态 那科学家们呢 拿这个老鼠来当研究的对象 获得了关于如何有效减轻体重的大量信息 他们发现啊 卡路里的消耗或燃烧 并不是决定体重的唯一因素 咱们肠道中的细菌 其实也起了重要的作用 实验表明 将体型肥胖的老鼠体内的肠道细菌 注射进体型瘦小的老鼠身体之后 后者竟然是能多吃10%的食物 同时呢 他们对胰岛素的耐受性还有所增加 与老鼠一样的是啊 不同体型的人类也含有不同的肠道细菌 天生瘦的人就拥有更多的米杆菌门 这些细菌理所当然的被称作瘦人细菌 那么既然如此 我们就很好奇了 究竟如何才能够获得更多的瘦人细菌呢 秘密就是啊 食用含有多分类的食物 我们呢 可以在许多颜色鲜艳的蔬菜中找到它 比如辣椒 胡萝卜等等 然而多分最丰富的还是咖啡 当然了 巧克力中也有 此外呢 抗性淀粉也要多吃一点 比如这个白米饭呢 还有含淀粉的蔬菜呀 还有红薯 胡萝卜 还有南瓜呀 这些淀粉呢 可以从根本上改变我们肠道中的生物群落 那么它们为什么叫抗性淀粉呢 说白了 就是因为它们不容易被消化 我们的身体呢 那它们也没有办法 所以这样就不会导致胰岛素的上升 毕竟呢 胰岛素一上升就会带来血糖方面的问题 那么 由于在身体里不易分解 当这个抗性淀粉达到结肠的时候 它依然是完好无损的 一些研究已经发现啊 结肠中的有益菌在抗性淀粉环境中长势吸人 它们被消化的时候呢 会产生一种被称为丁酸的短链脂肪酸 这个丁酸对肠道和大脑的健康呢 是有着非常非常重要的作用 这也就是黄油对人体有益的又一个证明 在这儿问您一个问题啊 您觉得脂肪的摄入会增加体重吗 可能有的人想都不想就说 当然了 哎 但是如果您要是这样想 那可就是大错特错了 认为这个脂肪的摄入会增加体重 实在是对脂肪的一个很大的误解 不过呢 这也不能怪您 要怪就怪一个叫安塞尔的人 他呢 在20世纪50年代就提出 饱和脂肪会导致心脏病 后来呢 虽然得知 他是在研究数据中动了手脚 才证明起理论的正确性的 但是 他的谬论却得到了广泛的传播 甚至是到了今天还是很有影响力的 我们可以试着想一想啊 由于每家轮的高新丸值燃料 比低新丸值燃料含有更多的能量 所以呢 高性能的汽车只有使用高新丸值的燃料 才能达到高速度 那我们的身体和大脑的工作方式 其实也是一样的 而这一些必须的脂肪酸 就好比我们身体运转所必须的燃料 当然了 这种高质量的脂肪 是我们身体无法自己合成的 所以摄入脂肪就显得尤为重要了 同时呢 脂肪也是水磷脂的基本组成部分 这个水磷脂呢 能够让电子在神经中有效的流动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啊 这个水磷脂呢 可以促使神经之间的信息传递更快 并且这个水磷脂越多啊 神经间的信息传递的速度也就越快 当我们摄入了对的脂肪的时候 同时也就避免了过度的看水化合物的时候 我们的身体就会更加有效率的消耗脂肪 并且形成更加健康的细胞膜 这个时候您可能要问了 那么所谓的好的脂肪 究竟指的是什么呢 营养师玛丽认为啊 我们可以通过两种方法来进行判断 区别什么叫好的脂肪 第一种方法是根据脂肪分子的长度 这个分子越短就越稀有 而且消炎物质就越多 所以呢 这本书才会建议大家多多摄入 MCT油这样的短分子 或中短分子的脂肪 咱们再来看第二种方法 需要测量脂肪的稳定性 比如我们常说的饱和脂肪 就属于稳定脂肪 由于它呢 分子中能够给予氧气的空间比较小 从而使它的氧化程度更加的缓慢 众所周知的是 氧化不仅仅是造成各种炎症的罪魁祸首 同样也影响着衰老的速度 包括MCT油 酥油 可可黄油 林虾油 鳄梨油 椰子油 向日葵 卵磷汁 和食草动物黄油在内的 都是所谓的好油和好的脂肪 能够帮助我们完善膳食结构 说完了脂肪 咱们再来聊聊蛋白质 像脂肪一样啊 不同的蛋白质 也对我们的身体产生不同的影响 尤其是涉及到免疫系统 炎症和肌肉的增长 想必您也知道 蛋白质呢 可以保证我们的肌肉质量 以及骨骼的密度 但是需要认清的是呢 蛋白质并不像我们一两句话 概括的那么简单 首先您想想啊 是不是所有的蛋白质 都是对人体有益的呢 当然并不是了 加工食品工业中 充斥着诸如面筋 大豆之类质量不高的蛋白质 这些蛋白质 其实对人体并不一定有益 另外呢 既然蛋白质如此重要 是不是说就多多益善呢 事实上 相较于脂肪和碳水化合物 由于蛋白质更加不容易消化 所以啊 当我们摄入过多的蛋白质的时候 可能就会引发炎症了 而将蛋白质转化成葡萄糖 为身体提供能量 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所以蛋白质 即便是高质量的蛋白质 也并不是越多越好 那么关键的问题来了 我们完美的饮食中 选择了哪些蛋白质呢 其实啊 这些有益的蛋白质来源也很丰富 包括拱含量特别低的野生鱼类 比如黑线雪 凤尾鱼 沙丁鱼和鲑鱼 此外呢 还有食草的牛羊的肉 牧场养殖的鸡蛋 水解胶原蛋白 明胶和干净的乳清精华 事实上呢 想要吃的健康 最好的方法 莫过于将蛋白质和脂肪 搭配在一起食用 就像荷包蛋搭配牛油果 或者是烟熏三维鱼和牛油果的搭配 这样的组合有助于减少不必要的进食 避免额外的能量摄入 导致蛋白质分解成 氨基酸 想要保持身体健康 必须学会拒绝对身体有害的食物 比如加工的肉类和糖类都尽量不要吃 它们当中的营养成分啊 少得可怜 甚至几乎就没有任何的益处 只会让我们的身材发胖和感到疲倦 你可能会说啊 哎呀 我肚子饿的时候才会吃啊 实话告诉您吧 加工食品和其他经过化学变化的食品 其实并不能够消除我们的饥饿感 相反呢 只会让我们想吃的更多 您知道吗 这些食品之所以不会产生饱腹感 是因为它们无法提供足够的营养素 也就是碳水化合物 蛋白质或者是脂肪 或许吃起来啊 是别有风味的 但是那些都是化学物质 并非食物本身的味道呀 举个例子 味精您很熟悉吧 或者叫骨鞍酸丹钠 是加工食品中最为常见的人工香料 它呢 诞生于二战时期的日本 能够增加食物的口感 人们一般把它添加到质量不高的 甚至是变质的食物中去 再举个例子 很多人都是甜食控 对甜甜的食品简直是欲罢不能 您知道这是为什么呀 其实啊 当细胞死亡或者受损的时候 大脑会发送需求更多能量的信号 从而引发头痛 情绪波动或者是干脆想吃大量甜食 最快的获得能量 而我们一旦沦陷在甜食的里面 这健康就会受到伤害 你知道吗 糖和可卡因刺激的是大脑中同一个讲诚中枢 换句话说啊 在某种程度上 糖是等于毒品的 大量的糖分和毒品一样 能够刺激大脑释放多巴胺 让人感到开心和兴奋 让人越吃越想吃 从而越来越上瘾 和味精一样糖类食品其实并没有什么营养价值 所以呢 为了我们的身体健康着想 您得学会拒绝这些美味的东西 想要再吃得完美就不能害怕饿肚子 只要采用了正确的方法 断食其实可以让我们达到事半公位的效果 有效的断食方法也有不少 比如说间歇性断食 所谓间歇性断食呢 是指在一天内集中时间进餐 一般而言就是在6到8小时的时间内 这个方法在近年来非常流行 也是有原因的 因为呢 它确实是有利于脂肪的消耗 而且还能够预防癌症 还能够重塑肌肉 另外呢 隔日断食也是间歇性断食的一种方式 它需要你不吃早餐 一直到下午2点才能进食 隔日断食已经被证实 有助于预防慢性疾病 降低肝油三脂等 但它的缺点是 对于上班族而言不太容易 很难做到 那么基于上述原因 本书的作者就希望 能够找到替代隔日断食的方法 为此呢 它研制出了号称完美的间歇性断食 什么呢 您注意哈 那就是早上只喝一杯咖啡 一直坚持到下午 这又是什么道理呢 还是脂肪 这咖啡里的脂肪呢 不仅让我们产生饱腹感 还能够促进我们肌肉中 蛋白质的合成和产生 正如前面提到的 即使前一天消耗了碳水化合物 这种咖啡餐依然可以帮助到 我们达到铜症状态 处在铜症状态下 血糖含量会保持稳定 所以我们不仅会注意力更加集中 而且还更加有活力 保持身体健康也不能光靠饮食 锻炼也是非常重要的 但是不是所有的锻炼方式都是有益的 是的 你没听错 不是说做运动就一定会健康 毕竟呢 曾有一些运动员在马拉松中暴毙身亡啊 极端的慢性有氧运动 实际上会增加心脏的负担 甚至会伤害心脏周围的肌肉 另外一方面 散步和自行车运动也不算有益的锻炼 因为它们有些温和 根本达不到锻炼的效果 而我们一旦选择了正确的锻炼方式 那么带来的好处 那是不言而喻的 那么哪些运动算得上是有益的呢 作者认为 有益的运动可以很简单 但要有一定的强度 不一定天天都要做 但必须安全 而且有目的性 如果您当前的锻炼方法达不到以上的要求 那么就很难达到最好的效果 相比之下呢 力量训练可以说是一种最佳的锻炼形式 但是每次不要超过20分钟 要一直做 直到肌肉感到疲惫 还可以尝试坐姿划船 以及坐姿推胸训练等 如果我们的肌肉越来越多 那么我们对疲劳疾病病原体 以及毒素就会更加有抵抗力 那么至于像跑步或者骑自行车之类的 典型有氧运动方式 并不是最健康的锻炼方式 不过呢 你可以尝试高强度间歇性锻炼 就是先以最快的速度跑30秒 紧接着休息90秒 如此重复15分钟 这种高强度的训练 会促使我们的身体产生更多的抗衰老激素 HGH让我们看起来更加的年轻 我们常说物极必反 那么运动呢也不可以过于频繁 过度训练可能非常的有害 无论是在举重 还是在完成高强度间歇性锻炼之后 让身体有充分的时间恢复 以及完成肌肉的重建 是非常重要的环节 两次锻炼之间需要间隔2到10天 一般来说呢 4到7天是比较理想的间隔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 如果缺乏负重锻炼的经验 请先从机械锻炼开始 毕竟呢 猛然间让肌肉达到疲劳的极限 会增加受伤的风险 说了吃也说了运动 最后呢 咱们不可避免的要提到睡了 睡眠呢 对健康的重要性 想必大家都知道了 研究表明 高质量的睡眠 能够提高50%的认知能力 而睡眠对皮肤的影响在于 质量好的睡眠 能合理的分泌胰岛素 提高运动能力 还能够促进健康的细胞分裂 让你看起来更加的年轻 但是啊 这话又说回来 并不是说只有睡得久 才会觉得容光焕发 事实上呢 研究表明 身体健康的人 每晚六个半小时的睡眠就足够了 睡眠是作者提出的 完美饮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睡眠和食物之间 有着直接的关系 改善你的睡眠 一个好的方式 就是在晚餐的时候摄入脂肪 可以是食草动物性黄油 动物脂肪 椰子油 或者MCT油 脂肪呢 可以持续的为我们的体力和脑力 提供燃料 所以睡前摄入这些脂肪 将保证稳定的能量供给 那么在晚餐中添加鱼类 或者磷虾油 也是不错的点子 原因就在于 鱼类或者是磷虾油中 都含有不饱和脂肪酸 比如说DHA 那么DHA又有哪些益处呢 研究显示啊 含有DHA的鱼油 有助于血清素的合成 作为一种神经传递物质 血清素能够传递快乐的情绪 降低压力荷尔蒙 能够辅助睡眠 最后一点呢 入睡前服用野生蜂蜜 对改善睡眠质量也有帮助 除此之外 想要获得高质量的睡眠 应该避免在临睡前的两个小时里 接触到明亮的光线 暴力的电影画面 更加不要运动 为入眠培养适当的精神状态 休息也会变得更加彻底了 好了 最后的最后呢 让我们来回顾一下本书 所要传达的关键信息 所谓完美的饮食 并不仅仅是为了减轻体重 而是要让我们充满活力 提高注意力 我们了解到 通过合理的摄取脂肪和蛋白质 采取合理的高强度的锻炼方式 提高睡眠质量 掌握间歇性断食的技巧 我们的身体和精神 都将达到最佳的状态 成绩 不幸は 同学 两年 美定 岇cja 湯 水